Hello 大家好,我是Edan,呂象安 你現在看的是螢幕八爪魚 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螢幕八爪魚 今期十月份的娛樂生活雜誌一書難求 《大叔的愛》熱潮殺入到加拿大,火力一樣強勁 而未來星期三的《大叔的愛》 就會正式登陸新時代電視一台 你們準備好了嗎? 改編至日本同名電視喜劇的《大叔的愛》香港版 播出後成為香港每日茶餘飯後 和社交平台不可或缺的話題 《大叔熱潮》直捲全亞洲之後 加拿大成為北美第一個登陸站 《新時代電視一台》將會在10月20日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點播出 劇集可以揚威海外 除了有賴一班演員出神日花的演技 將日本版的細節神還原之外 和劇組巧妙的配合 也是劇集成功的重要因素 原創港式對白 融入香港本地的日常生活元素 再加上每集ending的男友視角彩蛋 帶給觀眾無限驚喜 劇中的田一雄和寧少木 由超人氣男團MIRROR成員Edan和Anson Lo飾演 Edan誇張的演繹方式 將角色塑造得可愛鮮明 而Anson Lo大膽演繹暗戀情深的模樣 舉手投足都令大家非常之躍心 而黃德斌超強的反差盟 就完美演繹何謂大叔少女心了 一句甜甜I love you 更加是搶盡兩位年輕偶像的風頭 至於甜甜是否真的那麼得人喜歡 立即去片快問快答 認識一下最真實的女雀案Edan 大叔的愛快問快答 大叔的愛以下哪一個場口是最深刻呢? A. 被強敏 B. 被分手 C. 被結婚 D. 扮修女 哇... 被強敏 其實ABCD剛剛一說出來我也覺得很深刻 但是被強敏始終是 我們那間浴室其實比較小 所以動動的空間不大 所以我背部是捲著花灑 那個扣子 被Anson Lo一踢動的時候 就一踢進去 兩人試過這樣 人生都很少有這樣的機會試過 所以都是最深刻的 最想參與以下哪一種劇種呢? A. 喜劇 B. 舞打 C. 愛情小品 D. 悲劇 可能都想試一下舞打 因為喜劇和愛情 這段拍攝都有嘗試過類似的劇情 但舞打 亦都是近期有嘗試過 有些打的氣氛 都挺好玩 挺特別的 相信拍舞打出來都挺有型的 所以都想嘗試一下 你最喜歡以下哪一段關係呢? A. 燈神 B. 靜印小儀 C. 心美的呂世安 D. 燈神 D. 燈神 因為 和Anson Lo的聲音程度很高 很容易明白大家在想什麼 所以是很難得 遇到一個和你的頻道這麼合理的朋友 所以我覺得燈神是很難得的 以下稱號 哪一個是你最不想被提及的呢? A. 駭聲 B. 偶像派 C. 地獄廚神 地獄廚神 因為我又不是那麼地獄 要說地獄,Ansono比我更加地獄 所以如果要畫我做地獄廚神 麻煩畫Ansono 遇上以下哪一件事是最幸運的呢? A. 花姐是經理人 B. 成為MIRROR的一份子 C. 飾演阿田 當然花姐是經理人 因為其實沒有花姐 我也不會做到阿田 也不會成為MIRROR 因為花姐帶我們入公司 我們才有那麼多不同的機會 所以衷心會感激花姐 Edan早前推出的新歌 My Apple Pie 其中說到陪伴 不知道花姐和她的關係 是不是都是Apple Pie和雪糕的關係呢? 不過如果你想Edan 經常都陪伴你的話 我手上這份大叔的愛限量版Postcard 不知道又能否幫到你呢? 只要你每晚留意大叔的愛的劇情 之後到新時代電視網站 又或者Facebook專頁參加遊戲 就有機會贏得大叔的愛珍藏紀念品 包括一套限量版大叔的愛浪漫Postcard 以及ViuTV吉祥物 三啤一系列的精裝禮品 每星期都會進行大抽獎 每次抽出三位幸運兒 想知道更多就馬上到FairchildTV.com Edan早前以千字文回顧大叔的愛 當中就特別多謝導演和監製 願意給機會新人 而在加拿大中文電台 最近都殺出了一班新人類 想了解更多這班後浪的醉身動向 就要問問Janice和Bchill Bchill 你有沒有覺得近年來 聽到很多朋友說想移民 或者回流回溫哥華 但他們又會擔心 不知道現在的加拿大生活是怎樣 會不會在他們居住 這樣就要介紹大家收聽 minivan的全新單元 溫哥華人的故事 每個星期我們會邀請一些 資深的老華僑 或者是初來報導的新移民 說說他們的移民故事 看看他們怎樣融入本地的社會 展開燦爛的第二人生 另外在十月底 超級開心 因為會有新朋友加入 跟我們minivan做主持 而他們就是今年的後浪練習生 經過今年的後浪DJ訓練班 我們精挑細選 選出幾位學員 成為後浪練習生 他們會成為主持之一 跟我們談談生活的趣聞 還要玩冷知識遊戲 加上會上Facebook Live直播 對他們來說真是一大考驗 這麼精彩的節目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記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 下午2點到4點的minivan 謝謝Janice和BeChill的介紹 要大家留意的 還有我們一班溫哥華華者 因為他們拍攝的宣傳照 很快就會全面曝光 立即和大家看看他們最近搞哪一課 MCBB搞點步 八位溫哥華華裔小姐 正在為拍攝宣傳片作最後的準備 而大會就特別請來牙醫提供牙齒美白療程 和大家講解一下關於牙齒美白的小知識 希望可以進一步提升距離的形象 想要在短時間裡擁有雪白的牙齒 大家可以試用美白牙貼 又或者隱形牙箍等等的道具 有了結白的牙齒 笑容就一定可以加分 令拍攝宣傳照片的效果更加完美 今次拍攝有多種風格的造型 由居家休閒的簡約時尚 以至充滿魅力的都市生活服飾 而其中一套服裝更配合了今年溫哥華華裔小姐競選的主題 容黃美衣服軟體的時候就充滿西方風格 但當你走近一點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的質地、圖案甚至小到一顆鈕 都充滿著濃濃的東方元素 東西容匯、巧妙的配搭、展現不一樣的美態 究竟這麼多種不同風格的造型會拆出什麼火花呢? 而八位華者拍攝宣傳照的表現又會是怎樣? 立即follow大會的Facebook和Instagram 就會有最新的幕後花絮 在溫哥華華裔小姐競選的全黨裡 記錄了無數少女的成長 有些還無威無懼離開成長的地方 勇闖星圖 成功登上女一的位置 明天10月18日為TVB台興月 打響頭炮的兩部台興劇 分別由2003年溫哥華華裔小姐冠軍鍾佳欣 和2012年溫哥華華裔小姐冠軍鄧佩儀 擔任女主角 星空下的人醫 是鍾佳欣相隔六年後再度參與演出的劇者 今次他飾演獨立果斷的兒波醫生 榮星媽咪級的佳欣 在演繹醫治小朋友氣氛的時候 感受比以前更深 所以演出更具感染力 至於兩位侍弟 鄭家榮和馬國明相隔十一年再合作 今次碰頭互相鬥氣又會不會火花四錢呢? 究竟是首度挑戰醫生的嘉詠吸引 還是飾演醫生的常客馬明更受觀眾歡迎呢? 想知的話大家一定要看劇 星空下的人醫 是無線首次以兒童醫院為題材的劇集 劇組籌備拍攝時間長達一年 所有急救和手術場面 都有不同的專科醫生和護士全程協助拍攝 拍攝場景更加是劇組花了兩個月時間 將三萬呎的寫字樓 改建成二科加護病房和辦公室貼 逼真細緻的醫護場面 相信一定令觀眾看得更加頭一 至於第二部台戲劇《換命真相》 就是由鄧珮儀擔正做女一 而Gloria首次做女一劇集的男主角就是 和近期熱包韓劇男主角李靖載撞樣的譚進演 《換命真相》將會和大家玩穿越 講述由譚俊賢飾演的結構工程師 在調查舊區唐樓倒塌事件的時候 因為揭發了不容許曝光的真相 而招致殺身之禍 眾年類身邊至親亦受牽連 不過命運安排她可以回到半年前 也即是塌樓前一百天 企圖改寫命運的她 但亦因為蝴蝶效應令波折重重 劇情高潮跌起 究竟最後是液襲成功 還是在劫難逃 大家就一定要留意每晚的劇情 提到鄧佩儀 相信大多數和她合作過的朋友 都記得她非常喜歡吃 而且還很刺激 如果她在溫哥華 相信以下這個活動她一定不會錯過 美食車嘉年華 除了可以聯繫一眾美食愛好者之外 同時還身兼推廣 本地街頭休閒飲食文化的使命 這裡各種新穎美食餐車 不僅可以吸引遊客的味蕾 食物更加是打卡Selfie的最佳道具 兩尺高的迷你甜甜圈 不僅可以和朋友一起分享 還可以拍照押禮 大家能否想像到彩虹顏色的芝士套士呢 紛紛的顏色絕對會受大人小朋友歡迎 這個想法是因為我們都是小朋友 小朋友喜歡很色彩的食物 芝士就好像有點平淡了 所以我們就找了一些顏色的芝士 去混合芝士 然後做了這個蘑菇芝士 除了看得 這裡食物的用材也是非常有特色 這個漢堡就是用黃豆做的了 這件影響的影響 我必須給我的妻子 我妻子是100%牌的 她做了幾年前 她不是健康 我們要保持健康 那些不正確的食物 我們是健康的 我們是健康的 健康的性格 我們是健康的性格 健康的性格 健康的性格 我還在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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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食物是改變 變速度快 我們可以找到健康的資源 去吃肉 去吃肉 這裡每輛美食車 都有他們專屬的特色食物 讓你可以一暫色 試進本地和各國美食 不用像平時去餐廳吃飯那麼悶 風衣足食 餐餐吃得好 並不是理所當然 有很多貧困的家庭 都仍然會為三餐去煩惱 Anthony 我知道一群非常有善心的 多倫多華裔小姐 早前就參與了一個活動 食物銀行親善之旅 廣告之後 我會和大家一起直擊活動現場 所以千萬不要走開 稍後我們繼續螢幕八爪魚 作為多倫多華裔小姐候選佳麗 除了美貌與智慧並重 愛心一樣重要 最近八位準華者 就去到食物銀行進行探訪 身體力行實踐食食之道 根據資料統計 由於疫情原因 多倫多倫多食物銀行的使用次數 在2020年增長超過5% 全年共計有過百萬次探訪紀錄 疫情為食物銀行的工作 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一班華者候選人早前就來到這裡 體驗他們的工作 這間食物銀行 每天會在中央廚房 準備大約五千份餐食 為低收入階層提供三餐溫飽 運輸、分柬、儲存不同的食物 都有各種嚴格的要求 聽完負責人的講解 八位佳麗是時候要落手落腳幫手了 細心、認真對待每一個環節 他們的誠意 相信每位工作人員以及觀眾 都感受得到 加拿大是多元文化的大熔老 其實香港也是一樣的 節目尋找家鄉情 走訪多位身處香港的異鄉人 和大家了解他們背後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Michael 我是香港旅遊發展局 加拿大琴中南美洲的講師 在香港你可以找到很多好東西吃的 例如米芝蓮餐廳 大排檔 地道小吃 你可以吃到全世界的 除了賣東西和食物 你可以感受到香港的藝術氣息 你可以看到很多特別的建築物 有大家相識的螳螂 黎紅燈 古跡 和中式鳥魚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香港的大自然離開市區 不是很遠的 家衛公園佔香港的面積大概四成 在長酒家鄉情裡的嘉賓 最喜歡去到戶外找靈感 可以去霞山、踩單車和去海山 尋找家鄉情即將登陸新時代電視 和各位觀眾見面 由10月23日至11月27日 每個星期六夜晚8時半 新時代電視一台 將會播出尋找家鄉情系列節目 留意每個星期的節目動用 到新時代電視Facebook專頁 回答相關問題 將答案連同姓名、電郵、聯絡電話 PN給我們 或WhatsApp到416-274-1188 你就有機會參加抽獎 獲得由香港旅遊發展局送出的 精美茶具套裝 而踏中所有問題的觀眾 將自動進入終極大抽獎 一位幸運兒將獨得高級食府餐券 其實新時代電視 除了可以贏取豐富獎品 還可以一起感受藝術氣氛 城市本土藝術展 Great Toronto Art 最近在當代藝術博物館隆重開幕 雖然說是本土藝術展 不過這裏的創作主題 就未必跟多倫多有關 這裏的創作主題是《Greater Toronto Art 2021》 這裏的創作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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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本土 其實是一班來自多倫多的本地藝術家 他們將自己的成長激力 文化背景 融入創作主題 除了豐富之餘 更加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所有藝術人都在多倫多 或是有很強烈的領域 例如有一個藝術人叫Tom Chung 創作主題商店 他從Vancouver 但他在多倫多的藝術家 有很多藝術人都在這裡 在這裡 藝術人都在世界上 所以有些人已經離開 在多倫多的地方 而有些人都回來了 所以多倫多的藝術家 在多倫多的藝術中 在多倫多的藝術中 除此之外 展覽還加入不少的互動元素 鼓勵遊客用自己的方式 體驗藝術 這個展覽已經開啟了 一星期前 直至9月 建築在整個三層的建築 我們現在的地址 都充滿了 有很多人的藝術 有幾個合作的藝術 所以大家可以參與 參與一些藝術 例如背後的藝術 其他兩層的藝術 第二個跟大家介紹的藝術展 即將跳出多倫多 來到古老的絲綢之路 連通亞洲歐洲大陸的絲綢之路 除了實現各地通商 更加帶來意想不到的文化交流 絲綢之路的歷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漢朝 由中國的長安 一直到中亞 西亞 再到歐洲 絲綢之路實現了人類第一次的貿易交流 和文化交流 多倫多A加坎的最新展覽 《Hidden Stories》 《Books Along the Silk Road》 講述的就是不同文化 如何在絲綢之路產生碰撞 《Hidden Stories》 《Books Along the Silk Road》 是一個聯繫與 《Toronto University》 尤其是一個研究 叫做《Book and Silk Road》 我們有五個項目 包括了四個項目 我們有四個項目 第一是 《Book and Technology》 第二是 《Book and Gathering Together》 第四個項目 是《Book and the Bodies》 第四個項目 是《Imaginary Travel》 和《Travel Preparation》 第五個項目 是《Intercultural Crossroads》 《Silk Road》 第四個項目 是《Making of Books》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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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Books》 所以我們稱為展示 《Hidden Stories》 也稱為《Hidden Stories》 《Making of Books》 是關於《Making of Books》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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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Books》 《Wood Beach for Fair》 成立於1847年 是多倫多其中一個最古老的農業市集 每年秋季都會舉辦活動 上年因為疫情第一次暫停 今年終於可以再次和大家見面了 我們很幸運 我們昨年因為疫情 但今年的疫情 我們已經回到 我們很興奮 所以有很多衡量 和健康的計劃 我們很興奮 歡迎大家 從Wood Bridge 和GTA 回到疫情 以前的市集 《農業意義》 就大於娛樂 農夫會把他們 最引以為傲的農作物 帶到這裡 給專業的評審 以及向大眾展示 《農業》 《農業意》 现在我们有更多的農民 现在我们更加在教育的方面 与乐观的节目 游戏和玩具 时至今日 农业史集已经变成农业加年华 大朋友、小朋友 除了可以在这里学习本地的农业历史 还可以参与各种有趣的活动 今天我们有大型的农业游戏 三年前我们有了加拿大约的农业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年代的农业 我们有狗猪猪 我们有猪猪猪 我们有很多东西 农业游戏、工具 我们有玉米墜 所以我们有很多活动 与旅行业 这么大个南瓜 拿来做晚盛节装饰 绝对够了抢眼 Gary 你有没有兴趣搬过回家 Anthony 当然有 家里变换一下装饰 迎合过节 气氛浓一点 玩得就更加开心 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我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